我们继续跟Rabby谈谈 刚才说到通胀数据市场的看法 其实大家都还在看下个星期 就是联储局的议息 你可以看到港股 刚才我说了 其实好像说年跌7天 但其实每天都是阴点阴点的跌 其实市场都挺闷的 如果你只是看指数的话 那大家说等那个数据出路了 那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呢? 还是还是要等下下个星期的联储局呢? 其实我永远有很多事这么说 基本上就是不断找一些消息 所以可能当昨天经历了通胀数据之后 如果假设今天又是令到市场没什么突破的话 大家又会在下个星期的议息 不断找一些消息去拍下去 看看能不能令到指数的一些 弱动或者方向 因为始终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计算 当然你以昨天的数据出完之后 无论刚才说的美股反应 或者是你说的黑期也好 或者是夜期等等也好 其实都是意味着港股能够做好一点点 是 但是不是至于好到 因为数据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呢? 我觉得暂时也要再看一看 因为北京像你所说的 如果不计算这些数据 各人本身 大家等待的一些看法之前来计算 譬如过这几天 我们所说的港股 是虽然下跌下来也7点下跌的 是 但问题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那个跌幅又不是那么恐怖的 特别是头两人可能多一点 但去到这几天 其实昨天跌3点而已 慢慢来说又不是很跌得下来 而且全日的波幅也很窄 是很窄 而且至于成交也是低 这一转期下来 成交曾经试过一两天是11,000亿 又是12,000亿 就是比较低一点的成交 所以那句就是 股价又是未主化太重 所以你说整个方向是否很明显呢? 其实你看现在的版面 所有图表都知道 其实是卡住了在军线里面 上面当然10天、100天是顶着了 昨天是穿了一条20天线 但这条50天线还未穿 都是大体在这几条线里走着 所以我想要起码 等突破到其他一边 可能才走回多几百点 但走多几百点也好 其实也未走出 如果再阔一点 就是过去这两三月的大的环框 上面是29,400 即是4,500左右 刚刚最近试过的29,490 又突破不了 但下面就是27,700 附近又是有一个支持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有很大的方向 我想真的要连这个框 即是是一边冲穿了 或者成交再多一点 才会再明显多一点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短期来说的港股 都是比较上上落落 指数上说 还有我觉得有机会等下几条军线 刚才看到现在卡住在军线里走 但有机会等下几条军线 就迫在一起 令到所谓的四线汇聚之后 再散开 那可能那一刻的方向就会明显一点 情况有点像是 就是5月初那一转 又是当时有机会线线之后 市场向下穿一穿 那会明显性多一点 所以我想现阶段 如果说指数上说 可能要等 但是幸好很多板块都可以的 都是炒股不炒市 其实讲了很多个例子 我想现阶段来说 都是围着这些方向先做 好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